要强身健體 必須要從條理內在開始 面對疫境 無論任何的養生食療 我們都必須要適合身體的體質去出發 以及要依照大自然規律去進行 才是最有效的 正氣內存、邪不可干 其實是中醫養生抗病 一個顛樸不滅的道理 在這個瘟疫蔓延時候 我們怎樣才能夠有效 強身健體抗疫防病 就一定要順手正氣內存、邪不可干的道理 中醫經典皇帝內經早就有記載 人的養生最重要是春夏養陽 秋冬養陰 我認為香港的冬季一點都不冷 其實都是撥入秋季的養生為主 秋季我們最重要是保護我們的肺臟 因為肺最怕醋 在這個時間我們又要防感冒 又要抗疫 我們一定要保護好肺 避免肺受醋邪侵襲 自然就會少些病 至於秋冬時間 我們吃甚麼食物可以幫助我們保護肺臟 又少些病 中醫主張所有滋陰、潤醋、潤肺的食物 都適合在秋冬吃的 另外一些甘寒而不寒涼滋潤的食物 例如南北杏、南北沙心、肉粥、雪耳、雪梨、海參 其實這類比較潤肺清肺的食物 在這些時間我們適當地吃多些 都是對身體健康有幫助的 另外天冬、麥冬、孫祖人 這類可以令我們睡得好些 亦有滋潤作用的食材 我們亦可以在煲湯時用多些 其實秋冬 我們應該盡量避免吃一些 令我們身體容易熱氣 以及令我們肺臟的食物 所以一些煎炸辣 和經常吃很多的火鍋 燒烤的食物 烤焗的食物 脆口的食物 我們都不適宜吃那麼多 例如一些什麼 辣椒、蔥、蒜 很多人都不知道 韭菜 其實韭菜都很熱氣 其實我們就不適宜吃那麼多